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 都说人是神造 而在人是神造 都有具体的神 人当时怎么造 这是当时流传下来的故事 今天我们说 一个星期七天 这是跟西方的信仰文化 直接相关联 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看风神演义呢 开天辟地 这个出来了人 造了人 那一开篇 第一段就是讲这故事 就是讲这故事 那先有天 天是日月星辰代表 然后后有地 一个天的形成出现了10800年 那一个地的形成也是10800年 等到后来人生于银 那才出现了人 与人同在的是秦和寿 所以我们出现中国人的文化中就出现了天地人 而这天地人当中呢 同样里面就有三个神 天皇地皇人皇 福西神农 轩辕 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 而女娃造了人 在风神演义一开篇就提到 当昼王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女娃要去教训她 发觉教训不了 那商朝还有28年 那意味着什么 人是女娃造 但是呢 在女娃之上 应该有更高的神明 在确定着人间的事情 才会出现 女娃是 人是神造的 人是女娃造的 那女娃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毁了她就毁了她 但实际情况不是 她连一个朝代都不能随意毁掉 所以人是神造的 有着更高的背后的 生命的因素在其中 而那个更高的背后的生命因素 是不被人知道的 是因为人不配 是因为人不配 所以你给我证明神存在 这个人是缺了大心眼的 傻了流鼻涕的一块肉 什么都不是 因为他自己对自己的生命的认识 都是以侮辱的方式存在 那如果人的神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这么个关系 任何人出于个人的目的 想对人本身 动手做什么事情的话 就是对神 乃至更高的神的亵渎 那不是死活的问题 那是摧毁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任何存在的合理性 合法性 合理性 合法性 观世音菩萨在西游记里 观世音菩萨秉承了如来佛的佛旨 到东土寻找取经人 广成子听到原始天尊的话 叫法旨 不得任何改变 不得任何改变 生命的境界有着明显的差距 今天却被人们根本没有能力认识 而忘乎所以的 以自己欲望贪婪为基础 来彰显自己的名望 是除能力精英狗屁 就是狗屁我跟你说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而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基础 是在于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干嘛 他在创造一切 10月1号 习近平宣布中国共产党员 处罚管理条例 明确把中国共产党跟所有神对立 你信了党 你就不能信任何东西 这是在生命的约束上 在他的宗教的教规 邪教的教规的规律规矩上 定下了严格的规矩 而昨天 在他控制之下的深圳 造出了叫 我管他就叫这个基因变种 其实就把DNA给改了 改了是为了抗击艾滋病 艾滋病的出现是神对人的处罚 任何病的出现都是神对人的处罚 惩罚人自己放纵欲望 给自己带来的相生相克的理 而今天的人却用自己的无神论的基础 猴辩的理论 山顶洞人的智慧 然后要把神的处罚 用他的技术去对抗神对人的惩罚 直接与神对抗 所以这个转基因婴儿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当然在我眼睛里就是 神将在神对中共所环绕的一切 将给予天意的惩罚 这是一种标志 应该是标志 所以退党退团退队呢 嘿 避免你掉入十八层地狱之下 乃至完全毁灭 谁说政治 谁是你 笨蛋他奶奶 老笨蛋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的 基因编辑婴儿惹争议 中国下令立即调查 编辑婴儿的研究申请书 在网络上流传 里面拿出了叫 深圳和美富儿医科院 这个人叫贺建奎 是个副教授 其实他是中共千人计划当中的一人 中共政权下令展开调查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下令追查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任教的南方科技大生物系表示 也将聘请专家 认为他的试验严重违反了 学术伦理和准则 高级动物你有伦理吗 第一个 第二个 当共产党人把自己视为宗教 与其他任何神佛道对立的时候 那你是什么东西 你们家宗教的祖宗 是马克思类 是不是 那马克思的一切的一切 就是你家的祖师爷了 两百年 所以他本身的出现 所以他本身的出现就是跟正常神佛道 直接的对立 而所有信马克思的东西他都留在了一个欲望上 放纵上 所以他只是掩盖和泯灭了他生命内在的灵魂 大多数人并没有像狐狐独打击似的是狐狸把那个魂给弄死了 大多数人不是 所以留有了一种所谓伦理跟准则的残疑 我说这个概念就是活摘器官是真正丧失人的伦理的 那你们家那些人在哪啊 对吧 制造伦理跟准则的人有多少人 家里的人包括他自己获得了器官 没错吧 伦理跟准则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相关 陈建奎发言人说 他年初已经离开了这个学校 而实验室还在 那实验室所在的深圳也展开调查 与他合作的美国教授叫做迪姆 声称该计划在是在中国进行的 是由于美国禁止相关的基因实验 而他所任教的莱斯大学呢 也表示要查出这件事情 莱斯被称为美国南方的哈佛 那他做的事情呢 就在他自己角度来讲说 没有第三方验证 而他自己呢今天不露面 可是呢他明确表示这两个婴儿已经出生 是一个双帽胎 一对双帽胎两个两个女孩 父母的情况呢 他不披露 所以这是一个震惊 在我眼睛里这是震惊世界的 在世界范围内任何人都意识到这是一个极端邪恶的 挑战神明的直接挑战神的存在 这个现实客观事实已经发生了 而他敢挑战的一切就是在中共体制之下的生命道德观 在美国他有相关的法律的约束 是因为在四百多年前五月花号刚刚过去的感恩节 五月花号是带领了一百二十七人 四十几个家庭 完全的清教徒 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追求 只以他们信仰为根本 从英国来到了美国 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完全是以他们对神的敬仰建立了美国 所以他在他相关的一些与国家价值相关的含义当中 都包含着信仰 乃至他们的钱上硬着 In God we trust 但是在中国人的钱上 99年在迫害法轮功开始的同时 印出来的这个货币 全印的是杀人的魔头 杀人的魔鬼代表毛泽东 毛泽东跟江泽民与共产党完美的结合在1999年 成为了整个中国社会放纵欲望 大庇护揭起的一个基础 陈建奎团队促成了一对基因编辑 双胞胎女孩的诞生 而这种事情在美国是不合法的 因为改变后的基因传给后代 那存在着伤害其他基因的风险 人不是人 人不是人了 人可以造人了 人造人就是对神的侮辱 这是我个人说法 在中国大陆将出现 很可能出现沧海桑田式的改变 毁掉所有不是人的人 要不然就没有天地人之说了 这天地还有个王法 天还有个王法 其实就这么回事 他的出现只不过是一种征兆 去满足神将摧毁那些非人类的生物 在地球上的条件和理由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